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妇女节 在这里也住所有的女神们 女神 是女神 没错 对 妇女节快乐 是 妇女节快乐 那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课题 是一些妇女是很关注的 尤其是那些可能是在怀孕当妈妈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这一集就是谈疫苗 对 那可能现在疫苗 我们就有分三个阶段来进行接种疫苗 但是大家对于新冠疫情的疫苗 大家可能还是有很多的疑问 好比说它的那个可靠性 然后副作用等等的 没错 那这个疫苗真的可以让我们的这个 疫情易过天晴吗 马上进行今天大主题 2020年全球备受新冠肺炎肆虐的年份 自新冠疫情爆发后 各国都在努力将疫情防控住 人人都在期待疫苗的研发并接种 希望抗疫能迎来一线曙光 随着疫苗的问世 各国也开始引进疫苗 希望能尽快地控制疫情 而我国也在2月24日正式启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首相也成了全马首位接种疫苗者 根据政府发布的方案 疫苗接种计划可分三阶段进行 整个计划预计覆盖总人口的80% 预计2022年2月份完成 随着计划的展开 许多人都对疫苗存在着疑虑 担心自己是否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 对于疫苗 民众似乎还有着许多的迷思及彷徨 该如何解密呢 现在就随着活力加油站 一起来了解吧 是的 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 现在大家讨论到的这个课题 就是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疫苗接种 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疑虑 那今天就为大家一一解开这迷思了 马上请到的就是我们家庭医学专科医生 陈欣怡 陈医生 你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陈欣怡医生 是 那其实陈医生不单止 她这个头衔很适合 为什么呢 她自己本身在上一星期已经接种了 是吧 是的 目前应该一切还好吧 没什么问题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可能隔天的时候感觉到手 可能会有一点比较酸痛 但是过后就完全没有什么感觉 那个就是在打针 湿针的那个部分 其实平时不只是疫苗 我们试什么针 打了之后 隔天可能多一点酸痛点很自然的一个现象 是的 那陈欣怡医生 先请教你一下 其实我们这个疫苗接种有什么不同的阶段 可以跟分阶段跟我们的观众解释一下吗 是 目前我们这个国家的疫苗计划 我们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现在 会到从二月份开始 二月底开始到四月 四月头结束 这个阶段我们是开放给所有在前线工作的人员 主要是医护人员 然后我们会到了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我们主要的对象 就是那些有慢性疾病的病人 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三高 糖尿病 高血压 你就是会在这个阶段进行接种 这个大概是会在四月份的时候开始 然后如果是老年人也是在这个阶段里面 老年人和所有慢性疾病的高风险区 接下来是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开放给所有的18岁以上的 马来西亚的公民 就是我们这种闲杂人种 就是第三个阶段 不是闲杂人 所以现在我们在报章上好像也是有看到一些报导说 可能有些人插队 但是因为由于整个顺序的关系 所以我们还是要依据政府规定的这三大阶段 来进行接种意识的 不要太疼疏 大家都有份的 不要太疼疏 会轮到你的 那相信大家在线上的观众朋友很多都有疑问 不用担心 我们如果疑问发送进来 我们有时间的话就会请教陈医生的 是 没错 那在这里想要请教医生 其实这个就没有开放给小朋友 所以小朋友真的是不适合接种这疫苗的吗 因为就是我们都说老年人 然后小朋友都是高风险群 对 其实是老年人和那个有慢性疾病人是属于高风险群 小孩子其实不是属于高风险群 而为什么这个疫苗没有开放给小孩子 是因为这个疫苗我们的那个研究对象都是成年人 都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 所以根据我们的这个研究对象 我们就说发出这个声明说这个疫苗适合用在哪一个群体的 如果小孩子要接种呢 需要进一步的一些科研的报告和数据 据我所知呢 目前呢 辉瑞的这个疫苗已经有开发说给到12到17岁的小孩子 进行进一步的科研 所以我们要等待进一步更多的这个数据 然后我们才知道小孩子适不适合接种这个疫苗 好了解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还是在一个先等待吧 对不对 那当然讲到这个打这个疫苗 还是有一些步骤 大家需要去了解一下的 比如说那个整个程序 那这个程序 我们当然是要现在透过手机 MySechatra的这个运用程式去登记的是吧 那登记过后要做些什么东西呢 我我首推是MySechatra 因为用MySechatra是其实是最方便的 不只方便登记 也方便你接下来呢 当你到疫苗中心的时候 所有的程序 然后你也会得到这个已经打了疫苗的证书 也可以在MySechatra里面呈现出来 所以MySechatra是一个最方便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了 但是针对有一些可能没有这个智能手机啊 或者一些不会使用这个智能手机的话 就可以通过这个网站 刚才我们出的这个网站和这个热线去登记 好 那我们公主朋友不凡先把它拍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不同的这个网站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热线号码 如果是你没有MySechatra的话 那如果是那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 可以叫你家里的这个小孩 帮你 小朋友帮你这个注册一下 是 那我相信现在因为目前这个情况嘛 所以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大家大概都会有这个MySechatra的应用程序 所以大家真的要多多关注你的这个 这个 notification 对不对 好 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接种疫苗的程序 那在这里我们也请崇医生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好 我现在就大概说一下 如果你去MySechatra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它的那个画面会出现一个 Covid vaccine 然后你就点进去里面登记 登记的它会问你一些简单的问题 四道问题就是说比如说 你有没有这个敏感史啊 你是不是现在在怀孕着啊 其他的一些系列的问题 然后你的柱子在哪里 所以你回答这些简单问题后呢 它就会说你的登记成功了 然后跟你说现在是位于我们的 第几阶段 第几阶段 然后你可以看到其实这里 这个是已经呈现说 因为我那时候是已经有了一个日期了 所以它会给我一个 notification 所以大家也要把MySechatra的这个 notification 这个提醒的功能打开 对 它就会告诉你说你在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 你已经被安排了去打疫苗 然后你就可以 它就会呈现出这个 说你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会打 好的 所以你到那边的时候就再继续用这个MySechatra的这个 这个Apps去那边扫描它的QR Code之类的 所以这个不要担心这个医护人员会帮助你 是 告诉你怎么做 那陈医生 最重要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的这个时间 地点 所以这个提醒功能一定要打开 好的 那去到现场一个同意书是我们需要签的是吗 那个同意书是什么东西 这个同意书可以在MySechatra那边已经有了一个同意书 但是到现场 还会让我们再签多一份同意书的 好的 所以在MySechatra有一个功能就是说我同意要去接种疫苗 但是到达了那个地点后呢 你还必须再填多一份同意书 OK 这个这个地点的同意书是一个子字的 MySechatra的是一个soft copy的 OK 好 那我们看到最后这个30分钟的观察 为什么有这个30分钟观察 当你填完同意书过后 我们就会跟你接种疫苗了 然后就会让你到这个休息室观察室呢 待一个15到30分钟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因为有一些人不清楚自己是不是有一些过敏的症状 可能之前也完全没有这个过敏的现象 但是打疫苗是有可能发生这个过敏的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15到30分钟的这个观察期 观察看打了疫苗后你是不是有不舒服啊 或者是不是有出现一些过敏的现象这些 那这个打了疫苗过后 我们好像之后就我们在MySechatra 会不会也有看到一些可能标志说 可能你已经成功了接种疫苗的一个可能提示 还是什么这样的一个 是从直戒面之类的 对 是会有的 当你成功接种了好像我已经接种了第一季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说你的第一季已经打完了 然后你这个右边这个卡片 就是说是一个疫苗的卡片 就是说你已经第一季打了 然后它会给你一个日期说什么时候 你必须来打第二季 所以第二季的话大概会距离多长的时间呢 三个星期 三个星期后 三个星期后 如果我用了MySechatra这个官方的我就不用 这两者这种选情意 对不对 不用 你只需要一种登记方式 可以 好的 好 那当然这个 相信大家都有很多这个问题 还是要提问陈医生的 不过咱们先休息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婴儿其实必须接种的疫苗有哪些 婴儿必须接种的疫苗 肺结核疫苗被称为出生第一针的卡戒苗 是为了让婴儿在接种后使机体产生免疫力 从而阻止结核病菌在体内繁殖和散播 是目前预防肺结核最有效的方法 结核病将影响婴儿的肺部 腺部和脑部 因此一般上会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一个月内完成接种 4岁以内都可以补肿 4岁之后就不再补肿了 而加强剂会在12岁时注射 在接种疫苗后的3至5天 真次处出现红肿或秋疹都数正常 MMR疫苗 MMR疫苗是为了抵抗麻疹 筛线炎和德国麻疹 通常会在婴儿9个月大时接种 如果婴儿患上麻疹将导致高烧 咳嗽及头疼 严重则将引起耳炎 肺炎 脑膜炎 失聪 脑部坏死及死亡 此外 被称为猪头皮的筛线炎 会导致婴儿额下的唾液腺肿胀 疼痛 还会导致发烧和头疼 也可能引起脑膜炎和失聪 但需要注意的是 通常婴儿在接种疫苗后可能会发烧 乙型肝炎疫苗 乙型肝炎疫苗是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建议所有婴儿和18岁以下的儿童 接种乙型肝炎疫苗 肝疫苗通常会在婴儿出生后不久接种 另外也建议患有糖尿病的成年人 和因其工作 生活方式 生活环境或出生国 而有高感染风险的人群接种 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定的风险 注射乙型肝炎疫苗 可以终生 防护 患上可预防的慢性肝炎疫苗 欢迎大家继续守着火力加油站 可以说我们被新冠病毒折腾了这么久 所以有疫苗的出现 仿佛就是好像我们看到了一丝的曙光 那来到这里我们就要请出 这个Famaniaga的质量管理主任 Harry 黄胜雄 来跟我们谈一谈 Harry 你好 这是我们隧道尾端的一起推到曙光 只是很好 Harry这本身是从事 你是本身一名专业药剂师是吗 对 我是一个Famaniaga 那在这行从事多少年 大概十五年 十五年 应该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挑战 这种新冠疫情这么规模这么大的 对的 这一次的新冠病毒折腾 其实是蛮严重的 就在我们这个世纪应该是第一次 对 那Harry 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 在市场上其实有很多各种各类的 COVID-19的疫苗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疫苗技术应该要怎么样来区别 或者是它其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 对 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给了解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市场上的各种新冠肺炎疫苗 到底有什么科技 基本上如果我们看的话 它可以分成三种大的不一样的技术 第一种为MRNA 什么是MRNA呢 它基本上就是将这个病毒的MRNA植入我们的体内 然后这个MRNA里面它就会激发出这个我们体内就会变成一个S protein 当有了这个S protein之后它就会激发出我们的这个疫苗能力 身体的那个免疫能力在产生更多抗体 到时候如果往日如果这个人被感染新冠肺炎 这个有一定的抗体 对 就会对付这个 我曾经看过报导它就是把它简化成说 怎么讲 讲人话 就是把它简化成说它其实是把这个病毒 就像是一个空的子弹这样子 空壳子弹 对 就是放进体内 所以让你的这个军队误以为说它敌人来了 它就产生这个抗体 对 是这样子吗 这个是第二种技术 所以第二种技术就是在体这个病毒 它的技术怎么样呢 它基本上是将这个S protein 病毒的S protein的基因拿出来 放在一个我们叫做腺病毒 腺病毒其实也是一种病毒的 只不过腺病毒它没有这样大的杀伤力 弱化了 才是把它弱化 对 经过改良过后 基本这个腺病毒它就不会繁殖 然后这个S protein的基因加入这个腺病毒 然后植入我们体内就会产生这个叫做S protein 然后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能力 就会产生各种抗体 来预备我们如果被感染过后 我们已经有了这些抗体来对付 真的敌人来就已经有了抗体 所以它最终的目标还是一样 就是产生抗体 是吗 对 然后第三个 最后就是灭活病毒 那这个技术又是怎么样 所以这是第三种技术也是最普遍 也是最成熟的一种技术 比如说我们已经看到的市场上有 小额麻痹症这个疫苗 然后有A型肝炎疫苗 或者是流行肝炎的疫苗 这个基本上都是用着同一样的技术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将这些病毒杀灭过后 然后将它植入我们身体里面 然后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 就会产生抗体来对付这些病毒 OK 今天就是上了一课 好 那怎么看我们这个市场上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 你觉得我们目前来到马来西亚这疫苗安全性有多高 这个很多人都很关注这个问题 因为往往人家在报纸上他们看的只是一个数据 就是说50% 60% 70%的有效性 大家都会产生一个忧虑说 到底我接了这个 要不要打呢 这样 对啦 好像很低 可是如果大家我觉得应该比较关注的就是 这个疫苗临床设计的这个目的跟范围 我就拿一个比如在巴西科兴公司所进行的这个临床实验 它其实是针对着这个医药人员的群体 记得去年当巴西发生这个新冠肺炎大爆发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这个医疗系统差一点都崩溃 所以当有了这个疫苗当时候 它的设计是给予医疗人员 同一款的疫苗当它被用在土耳期 它的那个有效性是高达83.5% 你看巴西是50.4% 可是在土耳期却是83.5% 这个是原因在这个土耳期 它跟一般的其他新冠肺炎疫苗的进行方式是一样的 就是大众 就是比如说你和我 一般上我们接受了这个疫苗过后 我们都不会跑去特别高风险的地区 它不像在巴西所进行的 其实它的针对对象是一群在医院工作的这些全线人员 所以我们看到两种不一样的这个成绩 然后我想强调一点是 在这两个国家所进行的临床试验 令我们非常安慰的就是 两个对于重症或者死亡的保护性是一百巴仙 所以我觉得这个媒体所报导的比如说一些看到什么日本妇女 也接种疫苗过后就去世了什么 这都是很单一很个别的一个案件 对不对 是跟这个疫苗 其实可能你不打疫苗他也是会死 不定是跟疫苗一起 我也想强调在这里的就是在马来西亚 凡是所有药品都需要经过我们这个卫生部的国家 用重的对不对 这个监管局来批准 来测试 要核准才可以进来 这个整个过程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一般上我们可以讲说 凡是已经被我们马来西亚卫生部所注册的疫苗 基本上都是安全 是 其实大家可能不晓得说马来西亚的这个卫生部 其实是国际上数一数二 严格这个准神是很高的 对不对 很多人可能不晓得 那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也会有这个顾虑 就是60岁以上的这些比较老年人 他们这个适合接种疫苗吗 我相信可能老人家可能 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身体比较虚弱 还是什么的会不会 对 他们的顾虑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对于老人家可能他们会有一些顾虑 毕竟这个疫苗也是蛮新在市场上 所以我想呼吁我们的长辈们其实也不需要担心 就好像我刚才有提到的 在马来西亚所有被应用在我们身上的 都是已经被严格的 就是一个评估跟注册 然后第二点我们看到的是 在所有一些这些临床实验呢 它是实验在18岁或者是以上 包括我们的老人家 所以再加上一点的就是呢 我们的长辈们如果在接受这个新冠肺炎疫苗之前呢 都会被我们的医生所做出一个认证 他们的身体状况 然后才允许他们 就是要确保说没有一些重症 比如说很严重的这个疾病 可能就不适合 所以那个他可能就要征选 他的私人医生的意见 对 好 那还有一个问题来了 就是我最近的朋友 随便一个朋友讲 不要这么快打 我听说某某国家的什么疫苗 对我们亚洲人比较好 我要等什么 其实我们有的选择 要打什么类型的疫苗吗 没有吧 根据我们的科学工艺及科兴部长呢 YB凯里先生呢 他在二月中的时候有提到说 大马民众呢 其实是不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疫苗品牌 不过这个是可以看见的 因为在其他的邻国 比如说新加坡 或者是菲律宾 或者是印度尼西亚 或者远一点的话 我们有澳大利亚 或者是新加坡 甚至加拿大 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民众 来选择自己想要的疫苗 对 更何况我觉得重点是 你刚才也提到了说 这所有不同品牌种类的疫苗 它的安全性是一定有的 所以你选什么呢 不用选了 这轮到你的时候就应该去打 这就身为国民这个子民的责任 对 总而言之就是你知道吗 雇了自己的安危 你也希望大家都好 因为我们一定要高达 打的这个接种疫苗 要多少那个70对不对 70% 所以我们才可以有这个群体的免疫能力 对 对 我也呼吁大家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 他们打完疫苗过后 他们需不需要戴口罩对不对 然后我想呼吁大家 就是那些已经被注射了疫苗过后 你们确定还是需要遵守着这个 戴口罩 社交距离 勤洗手 主要原因是 我们还有另外20%的18岁以下的群体 还没有接受这个疫苗 然后也是我们的责任来保护他们 是 就算你自己本身不怕死情 注意一下别人 不要这么自私 对不对 反正这个安全是大家安全 我们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保护的 当然我们今天非常感谢Harry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Harry 谢谢Harry 那先不要走开门 先进一进广告 我们稍后来今天继续跟你谈疫苗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连线陈欣怡医生 我们现在来谈谈到底谁不适合打疫苗呢 肯定有一些人是不适合的 我也很想知道 陈医生 请教一下 有谁哪一种人群 是不适合打疫苗的 我们刚才已经强调过了 这个疫苗是给成年人的 所以18岁以下是不适合打这个疫苗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如果呢 你有一些严重的这个过敏死 就是有过这个过敏休克的状况呢 因为可能是因为药物啊 食物啊 或者被昆虫咬 或者任何不知名到过敏休克 这里是特别指的是过敏休克 就是说你不只是出现你的皮肤痒 不只是出现好像年肿啊 或者眼睛肿 而你会进一步导致有这个呼吸困难的问题 而必须进到医院这种紧急的过敏休克状况 如果你有任何这些状况的人呢 你是不适合打这个疫苗的 嗯 OK 那刚才陈医生 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是 那陈医生刚才有提到了这个药物敏感嘛 那其实我们线上朋友之前呢 就收到了一些问题 他就对一些特定的一些药物 有一些过敏 就好比说可能 Paracetamol或者是Penicillin 那这些可以接种疫苗吗 是 因为这个也是大家经常问的问题 对药物过敏 然后很多人都会有对药物过敏 可能是对一些止痛药啊 或者是一些抗生素 这些是大家比较会过敏的 但是我们会进一步询问说 他的过敏状况是什么样 是不是说吃了过后 全身发痒 但是一下子就OK了 或者是到我们严重的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过敏休克的状况 如果你是到了这个过敏休克 就是不只是皮肤的问题 还有进一步导致呼吸困难啊 或者是血压下降这种紧急的状况 那你就完全不适合打疫苗 但是如果呢 你只是有一点点 比如说皮肤痒啊 或者眼睛肿啊这些 那你应该跟你的医生进一步的讨论 说适不适合你到底适不适合打这个疫苗 OK 总之听起来呢 你们有任何东西是不确定的 韩布朗请征询你们的医生 先请教一下医生 那还有比如说一些 刚才有观众问说这个气管炎的 可以打吗 还有就是对食物过敏 比如说对gluten啊肤质海鲜过敏 严重过敏的可不可以打这个疫苗 对所有这些有慢性疾病啊 气管炎啊 脂气管炎啊 慢性肺部疾病啊 糖尿病啊 高血压这些 我们是非常鼓励他们打 其实他们就是我们第二阶段要找的这些病人 因为有慢性疾病的啊 就应该快点去打保护自己 OK 而刚才伟斌提到的这些食物敏感的 也一样 他的那个道理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有吃过这个食物导致过敏休克的状况 那你就不适合打疫苗 但是如果你只是吃虾 然后你觉得我晚上会有一点痒 那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可以 那陈医生 我们刚才看到你这些说 严重过敏者 免疫力不足 还有孕妇 我想要请教一下 比如说一个孕妇 如果现在一个情况 是一个妇女她去打疫苗 打了疫苗之后才发现说 哎呀我检测出来我怀孕了 怎么办 对 我们现在目前的指南呢 是不鼓励怀孕的妇女打 但是不是说接种这个疫苗 会危害到怀孕的妇女或者宝宝 所以大家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因为我们这个科研报告 针对这个疫苗的所有 现在市场上所有的疫苗 他们的这个群 他们研究的人群里面 没有包括这个怀孕妇女 没有包括这个哺乳妻的妇女 所以当你的这个科研报告 没有这一群人的时候 严谨的科学就不能够说 这一群人可以适用于疫苗 所以我们就把这群人 排除在这个疫苗外 不是因为这个疫苗的安全性的问题 而是因为他们 一开始就没有在我们的这个研究报告 研究对象里面 了解 那我相信 应该就是这些科学家们 也是不断地在进行研究的 是的 可能 因为我们将来 会有一些数据的一个指示 对不对 为了安全起见 最好的是不要 就包括一些哺乳期 正在哺乳的妈妈们 也是不建议说他们去打疫苗 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我们要再等 进一步的这个科研报告 现在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数据 是支持这个怀孕和哺乳期的 但是我们要等它进一步的一些报告 我们才可以说可以 这些妇女是可以去打 是 那刚才程医师 我们在那个slag里头 有看到这个免疫系统低落者 那其实这个我们要怎么来定义呢 对 这个免疫系统疾病的人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是有任何的 这个在坐着化疗 癌症的病人在坐着化疗 或者一些器官移植病人 或者你本身是艾滋病患者 而且你的那个 不是所有艾滋病患者都不能够打 是说你的免疫力 你的CD4少过200的 那你就不适合打 所以你们是属于这些免疫系统 有问题的 我们就不鼓励在这个阶段接种 好 那陈医生 我们先上一位观众问说 它基本上是一名癌症 前列腺癌症患者正在坐着化疗 它可不可以打疫苗 如果是这样 我就建议先接种先不要接种 因为它在坐着化疗 OK 所以红斑蓝参症有一个是有这个lupus 对 因为红斑蓝参症其实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系统的 是 但是不是所有红斑蓝参症都有在做这一些免疫系统的治疗 有一些很稳定的红斑蓝参症患者 他们没有任何的药物 或者他们只是一些普通的药物 那些是可以的 OK 但是个别情况不一样 所以我建议这些有免疫系统 自身免疫系统问题的人 还是要问一下你的医生 跟你的医生讨论 说你适不适合在现阶段接种 嗯 了解 那先生 因为你知道我们观众朋友非常的热烈 现在观众朋友呢 还有一些问题就是 地中海贫穴症的患者可不可以打疫苗呢 没有问题 那个是可以接种的 如果是轻微地中海贫穴症的患者 是这么说吗 还是严重需要输血的 如果是那种严重需要每个月都要输血的 也是一样 你必须跟你的医生讨论 如果你只是轻微地中海患者 没有就是没有需要输血的 你是可以的 OK的 OK 那我们现在 先生有位观众 他说他曾经在做手术期间 突然间心脏这个跳动不规律 对 他这样的情况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而且他又有哮喘 这个应该属于心率不整的问题 心率不整是OK的 可以接种的 没有问题 他又有哮喘问题 哮喘的人更应该打 像我刚才所说的 有肺部问题 这些 有这些慢性疾病的这些问题 更应该打 OK 好 那如果是有这个 在打着B型肝炎的这一个 也同样是B型肝炎接种疫苗 那在这个期间他可以再注射这个新冠病毒的接种疫苗吗 如果你已经打了这个新冠病毒的疫苗 你要打其他的疫苗 任何其他的疫苗都好 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再一起打 好 我们会建议得个两个星期 14天过后你才打其他的疫苗 哦 就是14天两个星期 给他 对 14天 好 好 那我们其实在接种疫苗之后 我们是多久这个疫苗 它开始的功效就会产生了呢 是立即吗 还是它需要一个缓冲期的 这个问题很好 通常我们要在一个星期后 我们的身体才会出现说这个抗体 尤其是当我们打第一针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才会出现这个IgM和IgG的抗体 但是目前马来西亚有的疫苗 都是需要接种两种的 两剂的 为什么需要两剂呢 它其实就是因为 当第一剂过后 虽然我们身体会产生这个抗体 但是它不足形成一个 我们叫做免疫力的这个记忆力 它就说它很快就会消失掉 所以你需要第二剂 第二剂呢 它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永久的 这个免疫力的记忆 它其实就好像我们小孩子 你叫他背一个惩罚表 对不对 你今天教他339 他可能今天会记得 但是如果你完全没有再给他一些测试 或者你没有让他继续的重复 你多三个星期来问他 33等于什么 他就跟你说6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 它是需要再多一次的刺激 才能够产生这个永久的记忆 那陈医生有一位观众他就问说像这个疫苗 因为他没有缠名说是第一第二剂 我就想他应该是说第二剂吧 如果打了第二剂的这个疫苗过后 需不需要像我们这个B性肝炎的这种疫苗呢 过后要去做一个测试 看你有没有抗体 需不需要的 不需要 你在接种之前或者接种之后呢 都不需要 但是这里特别提醒一下 就是因为有些人担心说 我是不是打了这个疫苗 然后以后我做测试 就会所有测试都呈阳性 其实是不会的 除非你测试的是测试抗体 因为我们目前现在有三种测试嘛 我们有PCR 有抗原体RTK Antigen 所以如果我们要确认这个人呢 是不是有新冠病毒 我们最好呢 是用核酸检测 PCR 和这个RTK Antigen 如果你是用这个抗体 Antibody 那你就可能会呈阳性 但是它也只是表明说 你的身体里面已经有抗体了 OK 会不会有人打了这个疫苗 两剂过后是 然后后来是没有抗体的 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对 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我们说这个疫苗的 它的那个 刚才我们有说了 它的那个 成功率 它的成功率 不是100% 你可以注意看一下 辉瑞的疫苗大概是95% 其他牌子的 好像现在有的 EstraZeneca的 是60-90% 而中国科兴的 也是50-80%左右 所以这些疫苗都不是100%的 所以就是为什么 还需要继续戴口罩 继续保持这个3C3W 是 所以要怪就怪自己的身体 不要怪疫苗 因为别人用了有效 你用了没有效 怪自己吧 对 这可能是一言而一的情况 好 那如果我们来看看 不建议接种者 那其实他们的预防措施 应该要怎么样 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的 大概是遵守3C3W 对不对 是 我们还要唠叨一下 就是不要去拥挤的地方 不要去封闭的空间 不要近距离交谈 而且我们是提倡的 要勤洗手 戴口罩 跟顺便地提醒身边的人 你不要走这么靠近 走远远 这样吗 对 没错 好 那当然我们观众朋友 非常地热烈 我相信了大家对于这个疫苗 还有很多的迷思 那稍后我们程医生 也会继续地继续为大家解答 那现在我们先打住一下 把时间交给8864的Christina 今天有什么娱乐新闻 Hello Jane 你好 我是Christina 黄伟生 那今天在三点钟的8864 即将跟大家一起来 就是欢送 透过画面的欢送 打送的 因为刚刚中午 就是它的这个火化跟出病的仪式 所以想说 陪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 那除了之外 也会给大家一起来分享 在韩国 就是韩圈里面 有人讲会续约 有人讲会再次合体 等等等等 还会发新的作品 到底是谁 等一下回来再告诉你了 先把时间交回给火力交证 对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我们继续 请陈医生 能给大家解答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苗 是 因为这个课题 大家非常的关心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 对我们的节目的支持 发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进来 可是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给您一一的请教陈医生 很抱歉 那主要是像刚才陈医生说 如果你是真的不确定的话 还是去征询你自己本身的医生 听一听他们的意见 到底你适不适合去施打这个疫苗的 是的 没错 不过现在呢 我们节目还是要继续连线陈医生的 因为陈医生刚才我们提到的 很多的一些情况 都是关乎到这个身体的疾病的出现 那如果是一种心理上 好比说情绪病 有焦虑症还是意义症 或者是精神上的问题 对 精神上这些情况的话 那适合接种疫苗吗 都是可以的 都是适合接种这个疫苗的 嗯 忧郁症也可以吗 比如会担心说接种疫苗的时候 我回到家胡思乱想这样 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会不会有一些影响的冲突 就是精神上的问题 我们很难说 是不是会对这个有没有影响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 都会有触发的嘛 是不是 但是到目前为止来说 那所有的这个精神疾病 忧郁症 教育症 躁育症 这些 都是可以安全的接种疫苗的 就是要担心 大家就放心的去吧 勇敢的去 是 没错 好 那如果 其实我相信大家 大概会对疫苗很担心的一个部分 也是关乎到它的副作用 那在这里我们请教一下陈医生 其实大概的副作用会有哪一些 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来注意自己呢 在接种疫苗之后怎么样来关注自己 嗯 好 所以现在这里就跟大家讨论一下 关于这个接种过后的会出现的 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副作用 一开始我们先说局部的啦 说局部的可能很 大家可能都会可能有这个经验 就是注射的地方疼痛啊 红肿麻花红 这个我自己本身也会有一点啦 注射的过后 但是隔天就OK了 隔天就OK了 然后有一些是比较这个全身的 就可能你会感觉到也比较疲倦 有些人甚至可能会有这些 发烧 发冷 呕吐 头疼的这个状况 然后有一些人呢 也会出现这个淋巴结肿脏 或者这个关节痛的这个症状 但是我们最担心的 还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过敏性休克 嗯 所以这个过敏性休克啊 可能是通常呢 它都是在15到30分钟里面呢 就是你接种完后 15到30分钟里面呢 会出现 然后你有的这个症状呢 就是你会发现到你全身会发痒 有些人脸部会走 眼睛会走 然后你就发现到你的喉咙好紧 嗯 可能开始有想咳嗽的感觉 然后就开始呼吸困难 然后血压会下降 这些就是一些很严重的过敏性的 症状啊 如果你有这些症状啊 你在观察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马上告诉医护人员 因为它会导致这个休克 就是一个很紧急的状态 嗯 所以大家要特别特别有意 这些状况 接种疫苗过后 就千万不要逃跑回家 要肯定要留在那半个小时 是有这个作用的 好那因为这个新加坡 林国新加坡是比我们先施打这个疫苗 比我们早很多 所以新加坡有个数据是公布出来说 这个发生副作用的几率 其实还挺低的嘛 陈医生这个可以带我们这个副作用的几率 跟我们讲解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林国新加坡 和这个美国的数据 然后这些轻微症状啊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啦 就是那些手啊疼痛啊 或者有些发烧发冷啊 呕吐啊疲倦啊这些 所以他们每100千人里面呢 是有这个432个的报告 嗯 然后这个严重副作用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过敏性休克状态呢 在新加坡啊 是每100千人有4个 其实这个比例啊算是蛮高的 嗯 就是以世界范围来说 其实是蛮高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哦 在这个美国的数据呢 其实是他们每100万人里面是11个人罢了 对啊 但是因为新加坡这个数据 其实算还蛮少的 所以我们不知道说 他如果他进一步扩大了他的数据 是不是也会这么多人 还是也是跟美国一样 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但是我要强大了一点啊 就是说其实这个过敏性休克的状态啊 其实啊 就是打了接种疫苗后 导致这个过敏性休克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嗯 那如果因为我们现在接种疫苗的话 必须是有两剂嘛 那如果是有产生的这种严重副作用 就不建议再打第二剂咯 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是的 所以如果你第一剂已经出现了 就是这个有过敏性休克的状态的话呢 你就不适合打第二剂 当然如果你第一剂后呢 你发现到哦 你有这个手肿啊 或者你有些疲倦啊 那你当然还是可以再继续打第二剂的 嗯 所以轻微的这个副作用是ok的 那这个轻微的副作用大概会持续多久呢 有没有说多少天还是看个人情况 应该因人而已 对 通常是一天啦 就是那一天左右 嗯 ok 好 ok 好 那这其实我们只是接种一剂的话 是不能产生抗体 还是一定要打第二剂 除非像个医生说 你是已经有这个严重休克状况 就不适合 那其实接种这个 会接种这个疫苗过后 会不会提高患病的这个几率呢 会不会说反而 就是说 嗯 反而会变成 让我更容易感染这个新冠病毒 哦 这当然是不会的 这个疫苗呢 就是为了保护我们 但是像我们刚才强调过了 这个疫苗呢 不是100%的保护我们 它的有效率不是100% 但是它会降低我们这些 患 罹患这个新冠病毒的几率 然后呢它也会保护 就算啦 就算说 比如说我们拿匯率来做例子 就是说它是95% 所以就是说每20个人接种 可能还会有一个人 罹患这个新冠病毒 但是这个人 他的症状呢 会大幅度的下跌 他不会变成一个 严重的这个疾病 OK 因为他毕竟还是有一定的抗体 哦 对 那其实我们会不会有 另外一种的担心 就是因为这个新冠病毒 他们这种病毒啊 他们其实也是很聪明的 会不会好像一直在变种 所以可能未来我们也是不断的 要继续再打疫苗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呢 嗯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啊 南非也有啊 其他的地方啊 都开始大家发现了这个变种株嘛 而且这个 这个是病毒 病毒他们就是一个很狡猾的一个对手啊 因为它的这个变种是非常迅速的 所以你的问题是说 我们以后还需不需要 这是很有可能的 它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 我们的流感 对 流感的这个疫苗一样 我们每一年都需要接种嘛 是 所以这个流感 它也是跟着每一季不同的这个病毒 来给我们进行这个接种 所以我觉得很大可能 这个新冠病毒呢 也是需要像流感这样 可能需要隔个一年啊 两年啊还是三年就再接种一次 但是目前为止呢 你说这个疫苗可以维持多久 我们还没有一个定夺 我们还没有数据说 现在我们注射了这个疫苗 是能够说维持一年啊 还是半年啊 还是三年啊 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能够的症状 告诉我们这个 是就像我每年我都会打这个full shot 打了不代表说你就不会伤风 还是有一定几率 你是会患病的还是要小心啊 是 那有一些朋友中文说 这个疫苗会不会有改变人体的基因呢 会不会变成打了之后 还会可能有点我爸更帅这样 其实这个应该不会吧 是吧 陈医生 对 其实刚才我想 刚才那个黄先生还是说过了 这个虽然是我们叫它mRNA 但是其实它的作用呢 只是一个性质 它的作用只是告诉我们的细胞说 你要分解 你要产生这个S protein 让我们的细胞来认出它是一个坏人 它其实完全没有进入我们的细胞核 没有进入我们的nucleus 所以根本谈不上改变我们的DNA 所以不用担心 你不会变成律师巨人 不会不用担心 是 好 那在这里还有一道问题 要请教陈医生的 如果这个你看到我们在这么短时间 这个疫苗研发的这么快 其实会不会担心它的这个安全性呢 这样可靠吗 也是很多人很担心这个 因为往年嘛 以前我们看这个疫苗 都是需要10年15年 有些甚至更长30年 但是大家想一下 因为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事件 所以其实所有科学家科研都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 就只为了针对这个疫苗 所以其实它是用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 在做这样同一个事情 而且现在这个mRNA 尤其是这个mRNA的技术 你不能够说它是一个新技术 因为这个DNA基因排列顺序 其实已经超过30年 所以它只是用这个技术来做成这个疫苗 我就打个比方 比如说小明他去考数学考试 本来这个考卷应该考两个小时 然后小明半个小时就交卷 然后这个时候你不能够说小明你是作弊的 然后你没有看到小明以前每一天在家里 日日夜夜很努力地做数学题 就说他考试交卷 就说他是作弊 对不对 是 所以这个是很有道理 大家可以放心地去打 因为他现在所有的研发盆队 所以都在很密集地在进行这个研究 是 怕是怕什么 怕是怕一些人很有自私的心态 就是说反正如果现在我们是有70%的公众 已经有免疫了 这样我就不用去打了 因为为什么每个人都免疫了 就是可以有那个 达到那个群体免疫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要不得很自私的一个心态 我们请陈医生呼吁一下 为什么大家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 我们要达到群体免疫 我们需要70%的国人打这个疫苗 但是目前Mind Sejata的这个注册这个疫苗的人 其实只大概有10%左右 所以我们离这个其实还很远 所以我真的是想呼吁大家赶紧去注册 赶紧接种这个疫苗 帮助其他30%的人 其实这30%的人不是别人 是你的家人 是你的孩子他们不能接种 是你一些有其他疾病而不能够接种 或者有免疫力问题 或者家里一些非常非常衰弱的老人家年长者这些 所以其实你不是保护其他人 你是保护自己和自己爱的人 是 没错 最长得很有道理 对 那最后我们快速的来请陈医生为我们解答一下 如果就是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那是不是就不需要再接种疫苗了呢 不是的 如果你现在 比如说我打个比方 你是去年3月 就是去年的时候 已患这个新冠病毒的 到现在已经超过了一年了 很多这个科研报告已经表示说 其实你的抗体所剩无几 所以你还是必须接种这个新冠疫苗的 所以如果你有患过这个新冠疫苗呢 你必须到3到6个月后 你就能够接种这个疫苗 好的 我觉得我们非常感谢陈医生 各位的分享 谢谢陈医生 非常感谢你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你保重 好 那我们今天谈的这个疫苗的课题 就谈到为止了 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谈 所以我们时间非常地有限 那明天我们要谈什么东西呢 明天的主题我们来谈谈 就是新年后来帮助身体来进行排毒 所以明天记得收着我们的火力交战了 明天见 很多市场里边旅行 很够促工作 很多这些 Destroy Media 并且拍摇 搞定 unsere烦 bitch 不仅长 我们下降 sie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